大家好,我是阿薩 歡迎繼續收看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 我這樣飛過去應該不會被神獸給打下來吧 沒有雪地靴 走起來有點卡卡的 有人在那邊巡邏 馬被冰住了 哇,好漂亮的馬雕 現在是甚麼情況 沒了 吹得下去嗎? 可以耶 哈哈哈哈 子盧比,那隻 在這裡 欸 欸 喔,寶箱在那裡 衝啊 OK 騎士之弓 啊 飛行訓練場 就在這裡 又要耗我的弓箭了是不是 不是 飛驗弓 欸 免費的木箭 特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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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特八也還算蠻帥的 只是為甚麼這些利特戰士 至尊性都這麼高呢 每個都很拽的樣子 有何貴幹,我很忙啊 我來幫忙 嗯 幫忙?幫甚麼忙 將神獸瓦梅德 等等 是知道神獸瓦梅德的客人啊 想必是組長或是我妻子告訴你的吧 既然如此,你應該也聽說過我的事了吧 我是特八 這位客人叫甚麼名字 我是林克 嗯,林克 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個名字 那麼這位林克先生啊 既然你已經見過我們的組長 代表你是來帶我回去的吧 沒錯 真是的 組長衛免人也太好了 他八成是拜託你在我被梅德打傷之前 先把我帶回去對吧 很遺憾 我並不打算離開這裡一步 我好歹也是利特族的一屆戰士 不可能在同伴被打倒之後 還厚著臉皮回去 不過 只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心甘情願回利特村去 嗯 那就是當神獸瓦梅德安靜下來 從天空消失的時候 也就是說 打倒神獸瓦梅德 如果現在能立刻達成 要我回村子也不是不行 我知道 再見 我知道 你知道 哈哈 村子的人連我的性格都告訴你了 不過 組長說過 如果真正想阻止神獸瓦梅德 必須進入那傢伙的內部才行 難不成你能進去梅德的內部嗎 對 哈哈 哈哈 你不但缺少能飛到梅德那裡的翅膀 還是個無...還是個無知的人呢 我就告訴你吧 能進入神獸瓦梅德的 只有一百年前實際存在的 被稱為英傑的那五人而已 而那幾位英傑大人當時已經全部犧牲了 是加農下的毒手 也罷 總之我不管你要不要進入梅德內部 只要能讓那傢伙安靜下來就行了 不過 要是隨便靠近梅德 只會成為他身上那些砲台的犧牲品 所以先讓我試試你的本領吧 這邊就殺四格了耶 這邊就五格了 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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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請問三分鐘會不會太...太...太長啊 你...攻速挺高明的嘛 在射出劍的瞬間仿佛時間都靜止了 哈哈哈哈 沒有仿佛 你可以去掉仿佛 抱歉 林克人我似乎太低估你了 從那卓越的劍法看來 你一定經歷過不少殘酷的考驗吧 還好啦 嘿嘿 不必謙虛 我一看就知道了 你叫林克嗎 我很綜藝你 這次換我拜託你了 跟我一起來 然後對著梅德 對著那傢伙的砲台使出渾勝解除攻擊 對了 那邊的寶箱中有一把我調整過的弓你拿去吧 等你準備好再跟我說一聲 我這一把我調整過的怪獸 這公明 這公明 我現在的還要弱欸 在那之前我有個問題要問你 林克 你為何不惜做到這個地步也要協助我討伐梅德 看不下去 哈哈哈哈 看不下去了 歷史悠久的低特戰士也被你看扁了 哈哈哈哈 也罷 超級嗆的 上來吧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吧 我們到了 這裡真的好高連我都快被凍僵了 我還好啊 然後那個大家伙就是神獸瓦梅德 哼 又是防護罩嗎 真會賣弄小聰明 這也不算什麼小聰明 上了 喂你沒事吧 哼 沒打到啊 哼 一隻打不死 OK 人家這防護罩也太紅了吧 OK 來 來 好啦 看單看單 說沒有這個上升系流不就麻煩多了 你真是真的 你真是這三個 人家說是 你真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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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你們辦不到 阿 你真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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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事 那是射到左腳 是這樣嗎?該不會是因為這個擦傷 你在王國之類才會沒有戲份嗎? 所以我才說我看不下去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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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下去 是嗎? 我以為你會來這裡 但是我太過分了 是嗎? 神器什麼 這是他的頭部耶 瓦梅德的頭部 別小看我啊 欸 這麼近 好多寶箱齁 可惡啊 這什麼東西啊 那個軌道也太準了吧 多勒多勒? 上一個零件 古代核心 炸彈箭 OK 直接不管他 拿這個就好了 打他感覺沒有什麼好處 對 先把這個寶箱拿了 有一點點恐怖呢 OK 巨大古代核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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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雖然大...很多人都不喜歡神獸當作...當作地層 但是其實還是蠻... 唉唷 喂! 竟然被那屋頂給擋到 其實還是蠻有魄力的阿 請回去 OK 就只是比較...沒那麼...複雜嗎 而且...內部都長得一樣 這點也是...大家不喜歡的點之一吧 我已經很努力了好嗎 好... 好... 好 OK 靈克要去哪裏? 好險 差點又要衝跑一次 他怎麼可以走在那個牆壁上 啊 騎士雙手劍 我先回到那個牆壁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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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兩隻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吧 去吧 這有很難嗎 我比較不知道是他有剩幾個寶箱啊 寶箱我基本上都忘了 不想要漏拿捏 不過好像寶箱漏拿也不會怎麼樣就是了 啊回不去 音樂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神獸的音樂都還蠻不錯的 神獸的腳 抖抖抖 嚇我一跳 我還有哪裏的寶箱沒拿嗎 吃 噢 那個 竟然被覆蓋了 真麻煩 好久沒打了 風之佳農 太難了 風奏加濃 你話很多耶要講趕快講完啦 還是先換回來 人死了 你怎麼會在一起 你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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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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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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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掉在那裡 可惡啊 我的輸出機會 - 喂 拿 拿去 喔 兩人跑掉好煩喔 拖我的時間捏 大好輸出機會加二段 唉唷 大好輸出機會加二段 近來也有攻擊 大好輸出機會加二段 大好輸出 啊! 請問這個很難嗎?利巴爾! 喔!這個爆炸就是 王國之類trailer裡面看到的 很像 這個新之容器真的很漂亮 這時候可以不拿耶 OK! OK! 啟動吧! 這邊就算有什麼寶箱沒拿到應該也不是很重要 就不要那個寶箱裡面有300盧比就好 你真是的?你真的倒下來了嗎? 利巴爾!你竟然會打不過這傢伙? 太棒了! 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真的蠻好用 好可惡喔 好可惡喔 我將會移動在這座山上 把我打到Gannon的準備 我將會在這座山上戰鬥 幫我幫你救援 感謝你 那你快去吧 那你快去吧 你還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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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姫 那些姫 你一直等著你 你一直等著 電腦 超帥的 這個神獸裡面最喜歡的就是這隻鳥 再來就是那個駱駝 這個石頭還真堅固 這隻鳥 帥耶 明明只是個好壞線 還有一點點 沒辦法 哼 我好像沒有認識 他也沒有飛過 他也沒有飛過 他也沒有做過 我有大家的幫忙啊 乾杯 真是個傲嬌啊 你也就是我的要命 那個勾玉嗎 喔耶 有了這麼方便的能力真是太好了 呃 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欸你還好嗎 是你啊 這次的事真是沉蒙你大力相助 傷勢還好嗎 不用擔心 妻子的包紮已經讓我恢復到能走的地步了 你不是只是擦傷而已嗎 話說回來我聽妻子說了 你是英傑大人的後衣 不是後衣啊 是本人 哈哈 沒什麼好隱瞞的吧 不講了你也不會相信吧 看你的超公的手法 跟在空中繳結的身手 就知道你肯定跟英傑大人有血緣關係 什麼 你感覺還有話要說呢 其實 蛤 你該不會 就是海莉亞的英傑大人本尊吧 呃 欸 哈哈 怎麼可能 哈哈 英傑大人全部都命傷 哉 哉二家農之手 而且還是還是一百年前呢 就算還有人幸存 也應該是個年歲破百的老人才對啊 我不准你這麼說傻的 啊 不小心就聊開了 神獸瓦梅德醫師史莫蓋藥 我已經跟組長報告過了 詳情就讓你報告吧 詳情就讓你報告吧 嗯 爸爸 哎呀 你 你老婆咧 消失了 哦 哦 幸好你平安無事 神獸瓦梅德也被您鎮壓了呢 那座正在 那座正在村莊頂頭的樣子就是最佳證明 真是何等神聖莊嚴的景象 同意啊 若傳說無誤 解放光芒 封印惡哉的神獸瓦梅德 今後將成為我們村子的守護神 並和您的攻擊一起被後世傳送下去吧 哦 哦 喂 你那個組長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做事啊 哦 哦 對了可不能忘了謝禮 請收下寶箱中的物品吧 相信能幫上您的忙 哦 真不愧是後衣大人 您的實力就跟一百年前的利巴爾大人 一同奮戰的那位海利亞人的英傑大人 即可匹敵 唯一的差別只在於驅魔之劍 若您也持有驅魔之劍 那簡直就是一模一樣啦 這裡面是什麼啊 哦 這是 利巴爾的那個弓耶 但是裝不下了 先讓他在這裡吧 早安 聽說神咒瓦梅德不會再襲擊我們了 光是這樣就讓我好高興 話說回來 剛才不知不覺就哼起古詩了 你該不會聽見了吧 沒有啊 還想再聽 欸 雖然有點丟臉 知道了 那馬上開始吧 立特之巨塔 漆黑之身影 日頭高掛石 真心史現形 其實這首 這首詩還有後半段 但我忘了 一時還想不起來 如果想知道 可以請你去問 索里蕾絲姐姐嗎 你姊姊名字怎麼那麼難記啊 我要怎麼問他 你姊姊嗎 這是你姊姊嗎 哈哈 竟然可以這樣子跟他講話 早安 被拉說想要知道 立特古詩後半段就來問我 哈喔 真的很健忘呢 好吧 只不過 如果妳能不看任何提示就說出前半段,我就教妳後半段 說說看 利特之巨塔 漆黑之身影 日投高掛石 我這這這玩 真 真 真心死線型 全部都答對了 後半段 其成眠之際 置焰 幻魂型 幻魂型 噢 每次聽都覺得寒意很深遠,有股獨特的迴響 有股獨特 我們這裏進眠祖琪 季爾 人跑哪去了 找不到老妖祁也 我這跑到哪了 難不成祁爾是跑去兄弟眼煉騎唱歌 独自跑去那麼遠的地方嗎?真讓人擔心 大哥哥, 討厭啦! 姐姐們是大笨蛋! 明明說好要來練習唱歌, 卻沒半個人來 明明要向組長大人發表兄弟言之歌的說 這樣就只能硬著頭皮直接上陣, 然後被弦唱得很爛了啦 我說那個看起來很好使喚, 不! 喂! 是看起來很體貼的大哥哥! 請幫忙告訴人在利特村的姐姐們, 說不准敲掉練習啦! 雖然我怎麼說他們都不來, 但換成帥氣大哥哥開口, 或許有機會? 不過讓人擔心的是任性的老三...呃...魚...魚科啊! 我...我猜他現在一定在火房 嚷嚷著, 我想吃乾煎鮭魚啦! 然後大吵大鬧吧! 他還說過不想參加唱歌發表會, 真是讓人頭疼的姐姐, 烏雞雞! 烏雞雞! 這是猴子嗎? 我咳咳! 你找到齊爾了嗎? 他果然在兄弟眼, 真是...真是得這孩子老讓人擔心! 謝謝你告訴我! 請收下這份謝禮! 喔!這樣就五十塊了! 真慷慨啊! 很啾很啾以前! 桃紅的爺眼! 桃紅的爺眼還活著! 高聳入雲的山上有棵參天大樹, 爺爺在樹上往西北方看下去啾! 結果看到大大的白鳥好像在飛一樣啾! 然後爺爺就一鼓作氣朝著白鳥飛了過去啾! 之後白鳥的肚子就破掉, 裡面裝著重要的東西啾! 那是! 啾! 桃紅總是聽到這邊就想睡了, 所以不記得是什麼啾! 蛤! 不過倒是知道參天大樹啾! 喔喔喔喔喔! 哇! 真是高高聳立在山上! 就是那個看得見啾! 桃紅的爺爺就是從那棵樹朝白鳥飛去的啾! 呃... 白鳥肚子裡面裝的東西! 再也聽不到爺爺講故事了啾! 好難過啾! 你不覺得這故事有點獵奇嗎? 喂! 唱歌啦! 快點快點啦! 我想吃乾煎鮭魚啦! 欸! 齊爾叫我們過去練習唱歌! 不行! 在吃到乾煎鮭魚之前我不會過去的! 姊姊們也去買乾煎鮭魚的材料! 現在不在這裡呢! 等我吃飽! 要我練習唱歌也行! 我一這樣說他們就真的跑去買了! 我不想練習唱歌! 可是我想吃熱呼呼的乾煎鮭魚! 這塊山羊奶油給你! 希望用你這個... 喔! 要用山羊奶油做乾煎鮭魚喔! 好可愛! 喂! 你抓到了沒! 你這樣是能夠抓得到嗎? 嘿! 哈哈哈哈哈哈 嘿呀嘿呀! 抓到生命鮭魚啦! 喔!真的抓到了! 欸! 大哥哥有事嗎? 練習唱歌! 呀! 我拼拼抓到完全忘記這件事了! 得快點去找齊爾! 不然又要被他罵了! 喔!又要被他罵了! 喝知道了! 啊! 拉拉擲拉... 拉拉! енных手 阿《狙階怪鳥》! 呼唷 peanut兄姐! 這個?我當然沒忘啊,只不過老三一直想要炒著吃乾煎鮭魚 無可奈何只好分頭去購買食材 因為我的部分一下子就弄完了,才在這裡打發時間 不過對齊爾倒是很過意不去 得趕快去練習才行 生命鮭魚、山羊奶油跟這個小麥 這樣子嗎? 生命乾煎鮭魚,ok 好啦,你可以練唱歌了嗎? 我聞我聞,我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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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噢,這個香味難道就是乾煎鮭魚 這是要給我的吧?應該沒錯吧?不給你 誰叫你這麼壞?好啦請用 好耶,我開動了 好吃 我吃得好飽 欸,跟姊姊妹妹的約定 看來不能毀約吧? 其實我很喜歡唱歌,但在大家面前唱歌我會害羞 要參加歌唱發表會讓我很憂鬱 一起練習是不是就能漸漸習慣呢? 大哥哥謝謝你的乾煎鮭魚 熱呼呼的很好吃喔 我會努力練習唱歌之後要過來聽 好,應該這樣子就ok了吧 要過去聽他們唱歌的樣子 是4,5,3,1,2嗎? 是4,5,3,1,2嗎? OK,果然是4,5,3,1,2 是4,5,3,1,2,3 是4,5,3,2,3,2,3 是4,5,3,2,3,2,3 是4,5,3,2,3,2,3,3,2,3 風之道路 好高 嗚嗚 呀哇哇哇哇哇哇哇 小鑰匙..這帶的小鑰匙長得好酷哦 呵呵 一下子 火焰劍 火焰劍 讚喔 火焰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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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一蓋隊呢? 哈哈哈哈 就是由強悍勇猛的可蓋大人所率領 為了打倒可恨勇者的戰鬥集團 不過你來得正好呢,林克先生 納命來! 哇!可惡! 哇! Overkill了 留下了香蕉 奇怪,一蓋隊已經要出現了? 這麼早就出現了嗎? 哇!這邊也有一個隕石杖啊 先這樣吧 冰雪女王,斯雷米 可惡! 也用來雪山彩盾滑行尋寶或抱著散佈心態來到海布拉山脈的你 會死喔 哈哈哈哈哈哈 遇難的人層出不窮 在這裡不可能穿得像在海拉魯平原石一樣 不過雪山非常美麗又是最適合彩盾滑行的地方 我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海布拉山脈的美好之處 在這間小物放了能在雪山活命的東西請拿去用吧 我還在雪山路上騎桿下先放了能派上用場的東西 萬一在雪山遇難境請朝著旗幟前進吧 後面還有訪客留言啊 斯雷米!跟我比彩盾滑行 要是我贏了就跟我結婚吧 這個訓炮男一直輸欸 哈哈哈哈哈哈 虧我那麼崇拜斯雷米女王華麗的滑行 竟然要隱退女王如今人在何方 斯雷米小姐謝謝你我拿走小屋的食物了 有個人彩盾滑行技術超讚的 那個人就在暴風谷的北方喔 以前斯雷米小姐放在這裡的食物救了我一命 因此我也要放些糧食幫助之後來這裡的人 可以看到這則留言的人不嫌棄的話就拿去吃吧 恩 山友果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而且還可以睡覺 可是 可是 這根本就還沒開始爬山啊 怎麼會在這附近遇難呢 這才登山口而已欸 登山口有個 有個據點是不錯啦 可是會在這裡遇難嗎 這種 應該也要在半山腰之類的地方吧 這個據點既然不是 那種需要打倒全部敵人的寶箱的話就可以有機會 看看裡面的東西 直接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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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啊 嘿 嘿 喔 電箭乘以5 還不錯喔 好 可以閃了 我射兵箭 之前來剪香蕉欸 之前來剪香蕉的時候有看到一座塔 呃啊 看來要一站了 來啊 我現在 沒什麼問題 OK 雷電大劍有夠好用 喂 你這傢伙怎麼不去幫你的同伴 哎唷 我先來剪香蕉 我先來剪香蕉的時候 我先來剪香蕉的時候 這一個區域經過一座塔沒有開 把他開一下 把他開一下 我是怎麼了 我剛才 我記得剛才 突然遭到怪物襲擊 一醒來就在這裡 哈哈 奇怪 怪物都不會洗劫他們 甚至殺掉他們 可救了 哎 為了尋找名為寧靜公主的花 我們已經旅行好幾個月了 她是一種傳說之花 據說只要對她宣誓愛情 就能永遠幸福 但是 無論我們找都找 怎麼找都找不到 所以我說那個 謝禮呢 喂 你都沒有去幫你的女朋友 你還想要找寧靜之花 有沒有搞錯啊 不是你女朋友 是你的妻子啊 喂 剛剛竟然在旁邊看 一想到她在旅行中 可能會發生意外 我就覺得必須要和她在一起才行 你看看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自己錯了 如果找到了寧靜公主 我們想要對她宣誓永遠的愛情 我看還是算了吧 我從來不覺得你愛手愛腳的 奧賽宇 我只要能和你一起環遊世界 就已經很幸福了 啊 依母塔 還好 還好你的妻子沒有記得剛剛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說那個謝禮呢 看來我的謝禮就是一隻素素蜥 哈哈 哈哈 GO 這好像直接跑過來給我騎 啊 塔在那裡 那隻 這座 路還真慢 哇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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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啊 這雷電大劍也太強 啊 從這裡就安全的過來了 哈哈 還蠻容易的 欸 寶箱 哦 木劍成一石 正需要呢 胡之塔 啊 海莉亞胡之塔 哇 被發現了 剛好看到我啊 這樣就沒問題啦 利巴爾之力 一圈 嗚呼 真是方便 真是方便的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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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喔 龍欸 龍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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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海莉亞胡 不行好遠喔 比我想像的還要遠 真糟糕 打 唉唷打到眼睛了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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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還OK 可惡啊 沒有打到腳 打到眼睛 唉唷 都在哪裡 零片哪 可惡啊 沒想到那個距離比我想像的還要遠很多 還有時間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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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沒有上升氣流 唉唷 沒有上升氣流追不上 啊 啊 哈 煩死了 下一集就從哈特諾要塞那邊 直接前往哈特諾村吧 順便拿 是不是要先 報到一下 跟 普 普魯阿 普魯阿嗎 普魯阿報到一下 可以 看能不能升級我的ipad 不是ipad 呵呵 那個 西卡之石阿 然後 想要直接去克洛格森林 繼續 擴充我的包包 雖然目前看起來 不用bug的話 是沒有辦法拿到大獅之劍 驅魔之劍的 但是至少 擴充一下包包還不錯啦 那麼這一集就先玩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欸第八盒這個能力 不用玩就不會CD欸